你有手機嗎? 我有手機 好,那我用Peggy 要用Snow嗎?我看一下 我們側拍這種沒有的用Snow 你可以用一般的嗎? 你可以用我的看,但是不要用我的拍 因為你拍我也拍到這個塑膠 那我用Peggy了,因為我要拍 我幫你調我秀 這樣拍就不用秀了 我們回到台北囉 超XX的 你現在是給他用什麼東西? 沒有,我最愛用你的HOT 好啦,開始了啦 反正在那邊聊天 沒有人跟我們說話 我們就只能去聊天 我今天真的很無神 會啊 有差嗎? 大家來了嗎? 嗨,今天好冷喔 有人覺得很冷嗎? 超冷,我們已經搬暖氣出來了 真的是超冷 而且我剛剛下去去攝影棚 他們說我們是把暖氣都頭上 對啊 他們那邊可以蠻冷的 對,他們說我們明天 他們明天也要用 喔 外面自己很生氣啊 嗨嗨 還好有一點 嗨 她有看到 她有看到我們今天的主題嗎? 本人跟直播一樣可愛 是可魚還是Peggy 還是你們有在特賣會上面 都有看過他們 沒有啦 因為他們兩個這幾天都有在台中特賣會 從台中回來 我們昨天睡了一天的休息 這可以講嗎? 有人有去台中特賣會的嗎? 然後現在在看直播的 還是要 還是我們要再感謝一下 嗨 因為我看好像蠻多人 就是 已經兩百了耶 好像可以開始了 可以直接開始 因為大家應該就應該準備過年前 要準備衣服吧 我看大家最近好像都那個 購買衣服的欲望就是 因為你知道要過年前 就是要先買衣服 對,因為我看很多人都要問客服說 現在買 就是過年前怎麼收到 過年前怎麼收到 然後 Peggy剛好去台中的穿搭都是紅色的 對啊 大家就一直瘋狂在問 什麼紅色的洋裝啊 而且今天主題就是 有一個女孩私訊 就是 然後我就看到 然後她就說 她想要看Peggy穿好喜富穿搭 她想要當好媳婦一整年 所以今天我就 用了一個過年的主題 對,而且 就是現在 因為我們這一檔 也是出了蠻多紅色系的 對啊,好像還蠻應景的 我覺得大家 選擇真的還蠻多的耶 就是有洋裝 有針織 有辣水 其實蠻多的 都有耶 就是大家可以今天看我們直播 然後看一下我們是怎麼搭配 我們的過年的穿搭 而且也沒有 也有正紅也沒有這麼紅的 所以如果不敢穿的都可以 因為相信大家 昨天應該都已經搶了一波那個睡衣 睡衣 已經賣完耶 對啊 三色都沒有 又買完了 睡衣真的很好買 既然有的人 不管你有沒有買到睡衣 就是 其實我們這一半說睡衣 還是有上一般的衣服 對啊 而且一般的衣服也很好買 而且很多 整整三頁以上 真的很久沒這麼多 因為我從攝影棚拿一半上來 然後 還有一半 因為我們在同時 對 然後另外一半是我們 我們拿的那次就是 也很多 那次還只是一半 不到一半 然後後來我去台中 就Ruby 就要幫我把衣服拿上來 然後她就說超級多 所以這一半款式其實很多很精彩 但是好像大家都只有看到家居 所以今天 所以幫大家穿搭一下 我們也是有上新品的 對 所以先從你開始好了 好啊 就是 我覺得 我們很少出白色的上衣 就是針織的系列 所以 而且它是有點為 它是做為中 半高臉 對 一點點高臉的感覺 我們好像 目前經典還沒有這一種的 對啊 就是沒有半高臉 它是有點像穿 穿 很像船型影 但是又比船型影再高的感覺 船型領應該是這樣 個啊 它就是半高臉 然後它是 針織的面料 我覺得很特別是因為它是白色的 而且它是做直 它是好像很少出白色的 直紋的 應該說這個組織 目前今年好像還沒有出過啦 因為這種直紋其實都蠻顯瘦的耶 而且這種天氣 就是想穿這種對不對 對啊 而且它算是厚的耶 就是我剛才沒有加 它算是中等也沒有到非常多 就是裡面可以再加一件 的那種 加一件發熱儀的感覺 然後洋裝的話 我覺得也蠻可愛的 而且它是有做口袋 其實它最可愛的一點 它 它是背面 背面有那個蝴蝶結 我們的暖氣露餡 欸怎樣有拍到暖氣 這邊有一個蝴蝶結 對 但是這種天氣應該不會有人露背啦 應該不會吧 裡面可以再搭一件 這裡面好像一定要搭一件 因為它這個肩帶是可以挑的 然後它再比較乾一點 然後它裡面可以塞一些有厚度 你看就是佩奇現在穿這個 它還有這樣拍到 還有這樣子的空間 所以後的大雪梯好像也是可以的 而且它的斷帶是真的斷帶的那種 斷帶的那種 對對對 它的綁帶是真的斷帶的那種 它是真的是包禮物的那種斷帶 好可愛 這樣 大家這樣看得到嗎 長度 來 推到這後面給大家看一下 我覺得這個顏色的紅色很好看 它其實不是正紅 我拿一個正紅 九紅色 這一件是正紅的 嗯 然後它有看得出來嗎 帶一點點的暗色 我很喜歡這種紅 而且它下擺是做 就是 找紅色的 紅棗 突然往過邊 對 給你們看這個差別 如果你不敢穿正紅色的話 而且它下擺是做 有點像魚尾的那種 剛剛有人問長度 PEGGY158穿起來 我現在是搭高分 到腳踝上 欸 3公分左右吧 另一款紅色 那個畫是明天的 明天會上 等一下會穿大家不要來 對 PEGGY穿的碎花也是明天會上 所以 大家不用緊張 然後我現在戴的紅環 我覺得 真的還蠻適合過年的 而且我覺得 而且它配紅色很美耶 這麼幼兒環沒有跟我說 有啊 有啊 這個它是 就是今年韓國很流行的 寶石 對寶石 系列 我們明天耳環也會上 就是蠻多款的 偏浮誇 但是其實配衣服的話 其實也很好看 就是隨意搭 如果你想要搭真織素色的毛衣 也可以 而且你這樣搭其實就好耶 你可以 就是過年可以直接穿這樣一整套 然後被人帽其實也還有 官網上 我上次看 被人帽的出現的頻率會不會太高 每個禮拜都會不會 而且好多人為了 其實這個是已經補貨 對啊 它已經補貨了N次 好 那 鏡頭歪了 還有 還有什麼問題 我看一下大家還有什麼 我 對不起我踢到腳架了 是耳夾嗎 應該是耳針 耳是夾 夾式的 夾式的 對夾式的 它是這種爽的夾式的 對 這樣子 打開來 夾的 但是 這次好像是都是上耳夾的 對不對 對 後面的每一款的夾式的那個做法好像不太一樣 就是小羊有 小羊有評比那個疼痛程度 大家可以去小雜誌看 如果對耳夾的代反 這麼仔細 還有疑問的話 好 請給我 不小心在過年跟親戚後面也可以 好像也送給婆婆之類的 這個狀態是什麼 這個狀態是什麼 就是說不要太高調 不要太誇張的意思嗎 不要太高調的意思嗎 想躲避聚會的人 還是不要這麼高調 你說穿全黑 低調一點這樣子 你可以穿全黑 然後親戚就看不到 親戚就看不到他了 就直接走過去 還是不要回去好了 佩儀可以示範帽子怎麼戴嗎 帽子喔 對 這個 這個問題好像蠻多人問 所以我們現在來示範一次給大家看一下 我也是 不知不覺就戴上去 會不知道他怎麼示範 你平常會怎麼戴 他會先把他綁一個結 我會先 這個帽子裡面有可以調整的 可以調整的 然後他是有皮革的 可以調整 我就是 先 先戴上去嘛 如果看 如果 就是你先看你想要的 位置是在哪裡 像我是想這樣子的話 我可能 就是再拉緊一點 拉緊一點的話就會 你說戴上去再調 因為每個人頭位不一樣 像是我剛剛已經是已經調好了 如果你覺得 戴起來太 太塌下去的話 那你可能就是要調緊一點 然後 有些人不喜歡露出皮革的地方的話 你就把它先 先關進去 藏起來 就變這樣 先把那個接縫的地方藏起來 對 先把那個皮革藏起來 然後我會這樣甩一甩 甩一甩 甩一甩 對啊 你沒有空氣 這是重點 甩一甩是重點 那它蓬蓬的 然後 因為那個格紋的線 我其實也會看 像這樣子跟這樣子 我不喜歡它太 不喜歡它在正中間 不喜歡它在正中間 所以我會看 我會看 像我想要有那種感覺 然後 我是帶有一點頭頂 頭腦勺的後面 然後最後我再這樣子 自己壓 就自己壓有那個 有那個 比較自然的 所以是它是看起來很隨性 但它其實都是有調整過的 對啊好像沒什麼逆訣 因為我也不知不覺就戴上去了 就這樣 不知不覺就戴上去了 對 我不知不覺就戴上去了 大概就是這樣 然後再調整一下 然後像沒有瀏海的 其實 其實戴每一種帽子 感覺都不一樣 對啊 感覺比較 我覺得你這一套 其實真的很適合 過年的時候穿 好 那我就穿這套去 去拜年 拜年好了 但是我現在今年好像是 發紅包 對 我們現在已經到了發紅包 現在已經到了發紅包的時代 沒錯 這一期的新品很多 所以大家可以慢慢看 好 好 那我們換可以 我們去換下一套 欸 怎麼了 很好 嗨嗨 如果說我覺得 我覺得我這一套是如果你還在領 紅包 對 還在領紅包的時候 可以領紅包的年紀 可以領紅包的年紀 雖我本人好像不是了 但是如果 好像可以耶 如果我是長輩看到這樣 會比較想要給你 我知道我長的是好像還可以在領 蠻掏喜的 我長的是還可以在領紅包的年紀 但其實我已經不是了 今年好像是要包 對 已經我們要準備包 但如果跟我說你還是要領紅包的 可能大學生啊 高中生 或者是媽媽想要幫家裡的小朋友買新衣 就是我覺得這樣也是可以 因為有的可能小 臉比較沒有辦法駕馭大紅色的話 就可以 只是又想要有過年氣氛就可以 不要選粉紅色 像後面這個大學廳也是 它是 不是那種淺粉 是有點 再深一點點的粉紅 我覺得蠻適合 比如說我像國中美美 謝謝 然後呢 這個呢 這一件是小楊在小雜誌裡面有穿的 對 然後他那時候穿我就覺得很可愛 而且很有氣質欸 第一個他的粉啊 是有質感的粉 不是那種 你知道很螢光的那種 它是 就是有點 玫瑰粉 就是有把色調比較這樣暗一點的粉 然後穿起來就會很有氣質 如果是要跟家裡的長輩拜年的時候 看起來就會很乖巧 然後他的這個就會又很有造型 然後如果你不想要配洋裝 你也可以配牛仔褲 對 它其實可以單穿 然後或者是 對 對加洋裝 然後 這個袖子啊我要說 它這邊雖然有這個縮口 可是它不是那種會很緊很不舒服的 它是很舒服的 它是有彈性的嗎 欸它是有彈性的欸 它彈性很好 它是有彈性的 是完全不會就 是完全不會感覺卡住的那一種 有彈性的 然後 這個裙子是 欸我現在身上那個上衣是禮拜一的新品 所以現在已經買得到了 但是這個裙子是 明天的新品 大家應該知道我們明天會上新品 我可以先講出來嗎 哈哈 大家應該知道吧 應該就是 我們最近的禮拜三都會 它就是下面有拼 雷絲的 然後它的長度 我156穿的話 是大小腿一半 然後但是我配了一個中筒襪 然後我想把這邊先踩給大家看一下 它這邊是皮革的 而且是兩條的皮革 這樣子 所以你也可以不要配有這種領巾 可以配一般的那種素色毛衣都可以 這樣 大家很喜歡這個上衣欸 這上衣有一點公主感的 它還有深藍色的 它有三個顏色 欸四個欸 它有一個咖啡 它是 我上衣是輕質感女孩學坊上衣 它真的很有質感 我今天感覺好像比較有氣質 有嗎 好像有 會不會是因為這件衣服的關係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穿這個顏色 好像變得比較有氣質 格溫裙有其他顏色嗎 好像有 又沒有 我完全不確定 那大家明天早上10點可以鎖定官網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這個顏色 它是 咖色藍色黃色的線 一起拼的 蠻特別的 其實跟我們之前出的格溫都不太一樣 嗯 然後 因為之前不是有幾款 也是下面有拼蕾絲的洋裝嗎 其實還蠻多人就是還在問的 但是賣光了 所以如果你那個時候沒有買到的話 你就可以買這個 然後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它這邊的肩帶是 皮的 但是一樣是不能挑的 大家好像蠻喜歡格溫的洋裝 我也喜歡 因為就不用賞啊 你裡面就穿一個素色穿上去 而且也很好搭 就好看了 就是沒有什麼 秘訣 沒有什麼訣竅 然後它上面拼的蕾絲也是很漂亮 我不知道拍不拍得到 拍得到嗎 好像是拍不到 好像拍不到 我好像介紹完了 你介紹完了 對啊 我好邋遢 會嗎 我也很邋遢 因為天氣太冷我都微微睛 然後頭髮就變這樣 就翹起來了 翹起來了 隔溫裙的話只有一色 就只有我身上這個 對 只有身上這一色 咖黃綠藍條 對 只有這個顏色 小楊來了 還有看到蕾絲 好 換小楊 因為我就想 今天的主題 是那個 過年 這樣好過年 回家對不對 對回娘家 那我過年的時候 是回娘家還是去公婆家 都要吧 就是 初一會在爸爸那邊 初二要回娘家 回媽媽那邊 然後除夕要在公婆家 對對對 通常就是我都會 因為我婆婆人很好 愛婆婆 婆婆會看什麼 我應該會看吧 嗨媽 就是 就是 我通常就是 回到 婆婆家 就是過 除夕的時候 都不用 特別準備東西 那很好耶 都不用 他說 嗨媽有吃的嗎 很好耶 因為我看我媽 他們好像都要準備東西 真的喔 修可說 對我很忙的趕過來 因為我剛才還在用電腦 在處理東西 然後想說 好要開始要開始了 就換一件說 我覺得 我的過年穿搭 因為我不會 我在過年的時候 我不會穿得很正式 不會特別是因為要過年穿的那種 不會 我就是平常穿搭 但是可能加了一些就是 亮色的東西 比如說現在 身上穿這個紅色 因為也是大雪梯 然後我就想說 可能可以搭一個 紅色的 就是上衣 然後配簡單 就是你不要看上半身 就是這個 這邊下半身就是我平常 會穿的樣子 就是有一點小改變 對對對 可是我很忙 就是在想說 到底要配哪一個包包 到底要拿哪一個包包 到底要拿這種的 這種感覺的 我覺得好像可以拿毛毛的那個 毛毛的 毛毛那個好像還蠻可愛的 毛毛的蠻可愛 那你就拿毛毛的 等一下喔 剛剛好像有人在問這件上衣 這件上衣是這週 這週上假的 然後它有很多亮色系的 對啊 嗯 就是你平常 我這個和握著很奇怪 它怎麼變得那麼大 好像有點過敏的感覺 裙子你可以搭你平常 我記得這個是之前的 我不確定現在下上還有沒有 然後你就搭你平常白色的 就是閃狀的裙子都可以 我這個是白折的 學防白折 這樣搭很好看 就是有一點比較女生感覺 然後你再搭襪靴 就是不一樣的感覺 然後可能通常是要 綁起來 會不會比較 比較正式 就是比較 就是要出去吃飯的感覺 對對對 剛剛有點來不及綁 但放下好像也可以 我這樣子就是 去公婆家 可是公婆 我也沒有去公婆家辦你 因為我公婆家就在我們家樓下 所以我就是按電鈴 就馬上要來吃晚餐了 這好像還不錯 這好像還不錯欸 對啊還蠻好的 有時候宵夜肚子餓的時候 也會去樓下 這好好欸 很free的感覺 就可以有很 很free的感覺 很free的感覺 然後這個紅我想要講 這個紅很漂亮 就是它不是 它真的是過年的紅 可以這麼說嗎 它是很飽和的紅 就是過年的紅 你平常可以 我過年的紅 朋友又來一位 那一個好過 恭喜 恭喜 你就是比較正式 對 第一年可以給你第一年 對啊 第一年要去公婆家 通常都會穿這樣 我一定會穿非常的紅 比較隨性的 沒有就是 我一定會穿得很乖的樣子 就乖 那你說我這個是就是 公婆家就想說 欸怎麼這麼隨便 沒有沒有 真的已經嫁過去了 對對對 就是嫁過去了第一年 所以你會就是 比較認真在打扮 對啊 還戴個那個 非常貴氣的耳環 那個 我覺得這個耳環 應該要送婆婆 不能自己戴 我覺得還有更厲害 可以送給婆婆的耳環 更多 更多寶石 對 其實也不是寶石 是鑽 對啊 我們的頭髮都很毛 很毛是不是 沒有 沒有 因為我剛剛原本要綁公主頭 結果他們就說 你這個是 這個太好了 對 太好了 太乖了 那我剛剛把它硬要拔掉 所以頭髮掉了幾根 對 洋裝 好 這支店的洋裝好多人問喔 是明天的 這支洋裝很多人問 但是這件洋裝是 呃 昨天的新品 就是這支的新品 然後它是做 跑跑秀的設計 這樣 欸我這個也是跑跑秀欸 好像我們這次每個都 這就是 這一季秋冬 全部都是跑跑秀 我的跑跑秀 應該已經 塞滿我整個衣櫃了吧 對啊 然後 這個我是 有做內衣嗎 就現在蠻 現在蠻薄寬的 這是我裡面還是有穿 發熱衣 對 因為我覺得現在就最一定要穿 發熱衣 最近真的太冷了 而且我看大家好像 Molly啊什麼 他們都有穿其他顏色 對啊很可愛 欸 Molly今天穿紫色欸 對啊 Molly還是等一下我們 好像可以等一下請他來一下 因為紫色我也覺得很可愛 紫色、亮粉色、紅色、灰色 都很好看 跟寶藍色 都很可愛 還有黃色、芽芽 都穿黃色也好可愛 對啊 感覺摸起來很軟上衣 說大學體嗎 它是有點挺 這次的大學體 跟之前的不太一樣 就是這次我是用了比較厚的 就是我們重量用了比較 就比之前以往的都更厚 所以它其實是比較偏挺的 因為之前的是比較柔軟 因為之前的是比較柔軟 之前是比較軟 我們之前的訴求是比較柔軟 然後這次是比較就是挺一點的 有點挺度的話 有點太太太 有沒有到太空年 但是有一點點 嗯 就是它比較扎實 嗯 它是扎實的 對 嗯 然後 對 想看其他人 因為過年 所以 真的會有很多紅色單品 可以讓大家選擇 所以 也不是說過年一定要穿紅色 但是我覺得 可能穿紅色就會 比較 滿有精神 而且很濕 對對對 因為你平常真的少穿啊 就穿過年的時候穿 好 過年會比較敢穿紅色 對 全家人一起穿紅色 感覺就很可愛 好可愛喔 對啊 因為你們家人一起穿 嗯 很恐怖 我爸可能不會理我 哈哈哈 老婆也會 他沒有紅色 穿紅色他們 不開心吧 感覺就很可愛 嗯 過年這樣穿去拜拜也不錯 那是沒有你拜拜嗎 不會 我們家是基督教的 我們家也沒有 我們家在家裡拜拜 你們家好像會 你們家會 那你就穿紅色 對 會 Ruby 希望你們在喵臨裡面 用紅色 全家一起紅色真的蠻可愛 這樣拍照起來應該也蠻好可愛 嗯 那可以修一下表姐 不同的風格 不同的紅色傳達 好媳婦傳達 好媳婦傳達 我們來的都是好媳婦 對好媳婦 哈哈哈 好媳婦 你這樣子真的是蠻乖的 蠻乖的 就是公婆 公婆看到 一看到就會覺得 哇 就會覺得很想 就覺得我要取到一個好媳婦 對對對 媽媽媽晚安 媽媽近看 要看到你的賺 就想說 欸平常是花蠻多錢的嗎 對啊 這個一定 就是你帶了一個這個 還你一定要再準備一份小禮物給婆婆 對對對 對 她會覺得很好用心喔 好小盒子 所以我剛剛直接手也可以帶 我剛剛帶的是不一樣 它是 右邊是愛心的 然後左邊是 鏈條 而且它 我把它拔下來 嗯 它是 剛剛跟剛剛的夾式不一樣 這超可愛的 這超可愛的 在哪裡啊 在那裡 在那裡 有點沒有對焦到 有有有 你要這樣 你要這樣 那怎麼用 對 好累喔 試裝的感覺 反正就是它有一個字 對 有一個字母 它是三個不一樣的東西 組合在一起 然後它是這種 蠻特別的 對 這次的夾式好像真的很美 就是 我也覺得 嗯 就是我們是想說 就是過年 然後想說不一樣的感覺 嗯 因為之前都是比較偏可愛型的 然後這次我是 嗯 想了一下就是比較 就是做比較 嗯 有點浮誇 浮誇 很瘋 但是我覺得 過年一定可以戴 對 可是我覺得搭到衣服上也好 但又還好 它還好啊 整體也沒有到非常的 對 我覺得它有加分的效果耶 嗯 大家可以先從小顆的狀態 它是星星的 它是兩邊 它是金色的星星 然後配上很多小小的 金色的珍珠 對 大珍珠跟小珍珠 然後我覺得有垂墜的 就是有線條感的 能修飾 臉型 我覺得比如說我是圓臉 我就可以戴垂的 就要想到一層好看 就要想到一層好看 更瘦的感覺 嗯 而且不對稱的也蠻可愛的 謝謝 就過年戴這個耳環很適合耶 很適合耶 真的很適合耶 你戴哪一個 我剛剛是戴 有三顆 我覺得那一款都很厲害 我覺得那一款都很厲害 我想要戴最誇張的那個 我要去找一套衣服來搭 那我搭紅色 好 好 那我就去換 不我繼續 穿介紹這件 好這個好像 剛剛 剛剛也外套 剛剛也講的 大家應該是比較想要看裡面的洋裝吧 因為 因為真的很多人聞 對 真的很多人聞 它還有米色的 然後你那天去台東 你是穿米色的 我穿一下外套 好 然後佩奇身上穿的那一件 泡泡色的珍珠外套 其實有蠻多顏色的 還有 哪一件 哪一件 這個 養生 我之前跟我之前 穿去那個日本人 花色非常的像 這件真的很多人問 超級多人 但是它的 面料 還是有一點差 但是也是雪房 它是有點皺皺布 就是這種是 防皺的 就比較不會這麼皺的 其實 其實現在韓國 還蠻多這種皺皺布 我還蠻喜歡的 而且我覺得它是這種 碎花搭大學其實 今年很流行這樣搭 而且也可以直接單穿 或是你外面搭這隻毛衣 而且我覺得它很特別是 它前面那邊是做搭褶的 對 你要不要近看給大家看一下 它跟上一件 就是我們賣爆款 那個洋裝不一樣的地方 不一樣 是它的領口 有做那個 對 它是有點做 蛤葉邊 蛤葉邊的小高領 那件好像 那件是什麼 蠻有氣質的 但是又有一點 然後它的袖 它的那個肩膀 是算正常的肩膀 因為那件好像是有做 那個 比較弱肩 有比較空袖的感覺 然後它前面是有 你說它 立折的 打折的 這個 對對對 它是做打折的 打折的 其實藍色看不太清楚 有人說它去台中那天 有看到實體 很美 實在 因為客人也有 我會說 你這個架上很慢 這真的很美 然後我只是說是 上官網看我們的行李 而且它後面有綁帶 我現在在頭綁 好像綁不到 它後面只有綁帶 所以你可以 拉緊一點就是會有腰身 有腰射出來 然後你不要太有腰身就是這樣 但其實拉細一點會比較 看起來比較瘦 我綁一下 那我一定要 我好像現在沒綁 沒辦法綁 我綁好 綁給他 這樣 好像有皮膚 推薦哪一色 你比較推薦 深藍色還是白色 白色吧 白色吧 但是 因為白色它不是算是非常白 它是很明色 所以如果黑皮膚還是黃皮膚 然後都可以穿 然後藍色的話 我覺得是比較適合白皮膚的人 它是袖口也是做打折 像這樣 這件真的蠻好看 長度的話比上一件的還要轉 就是這件的長度比較沒有那麼長 我上次穿那件它是直接到 就是落地的感覺 但是這件的話我搭平地鞋 好像也可以 就可以了 150穿會太長嗎 好像要穿高跟的 150穿這件的話可能要 要穿高跟 有跟的 好啊 就是明天的新品 然後我覺得可以連同 這個穗花洋裝跟耳環一起買 嗯 還有剛剛的外套今天可以先買 喔 因為有做特價 到今天 到明天早上10點 以前才會有特價 好 那我們去換下一套 好 我們換可魚 為什麼我先送這件是什麼 你可以幫我看一下 長白 等一下我好像有抓耶 這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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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件也是 今天的 應該是這週的前三枚吧 是 冬日百搭針織長上衣 它是比較長的 幫我查一下價錢 冬日百搭針織長上衣 這個就真的是過年 剛剛小姨說 我這個就是要去領紅包的穿搭 就是可以這樣背一個包包 還有你跟妳講 你的包包可能都是放紅包 對啊就是 恭喜發財 然後就趕快整身 就把那個 紅包放進去 包包裡面 然後 配黑 紅色配灰色的帽子也很可愛 這件是499 然後裡面就可以穿短褲 或者是你之前有買我們的那個西上靴啊 襪靴啊 都可以配都可以穿 因為過年就是要穿靴子 這麼冷無法單穿 裡面可以穿發熱衣啊 然後像Molly就會穿發熱衣 然後再加很多很多衣服 或者是這邊搭一個高領也是可以的啊 我現在也是蠻冷的 這件我有買真的嗎 是你也買紅色嗎 我覺得今天大家穿的好喜氣喔 好可愛 對啊 裡面要穿褲子嗎 我覺得跟親戚見面還是穿個褲子 如果是跟親戚拜年的話 我覺得還是穿個褲子 會比較適當一些 但是其實它是 我穿156穿起來知道 可以遮褲子 它是可以不用穿褲子的長度 而且因為它沒有開場 所以如果你真的不想穿 也是可以 都是紅 可愛 如果不單穿應該就能配 當然可以配牛仔褲啊 紅色配牛仔褲就是很好看 然後比較 輕鬆一點 然後耳環 有人說到耳環 耳環呢 就是也是明天的 也是夾式的 然後這個是 明天的耳環真的是很厲害的 這個很可愛 你看它是有點像寶石的感覺 然後下面是珍珠的 Cherry 對它是櫻桃 它是櫻桃也是蠻適合過年的 我覺得明天 大家都買紅色的耶 真的是在準備過年齁 因為你知道過年前 真的是要先 你知道 衣服要先準備好 耳環很好看耶 喜歡的人明天可以鎖定一下 帶給大家看 是夾式的 這樣 只有一色嗎 什麼東西 耳環只有一色 但是這個衣服有多色 這個 已經鎖定兩件紅色上衣 很棒 這個紅色上衣就是 中邁紅色 比過年還要多 買的比過年還要多 我覺得就是像我剛剛說 如果你還在領紅包的年紀的話 其實就是可以穿這樣 好女孩穿搭 去親戚家 會很可愛的吧 蠻可愛的 長輩看到你穿這樣 喔喔喔你來啦 你鏡頭壞掉 長輩看到你穿這樣 應該就會蠻想要給紅包的吧 因為就是很可愛 明天會有真飾嗎 明天好像只有夾式喔 這個耳環真的 欸推推喔 很可愛欸 我覺得明天的耳環 其實好像都可以買 因為我覺得好像很適合 就是 過年來搭 那我覺得如果你不想要太可愛 你想要成熟一點的話 就是可以像我剛剛說的 可以配之前的那個 辣妹心上學 有人說明天的物流包裝 應該會一片紅吧 有可能 他們可能就會眼花 想說欸怎麼都是紅的 到可愛砰砰銹珍之外套 然後是特價到明天早上10點喔 就是他一結束 然後就會上新品 所以 如果你有想要買這個優惠價格的話 今天就要先買 那不能等到明天新品上 因為 就沒了 那個時候就沒有了 都沒有真飾 我也有耳朵 我也是 現在也是在家式的 都沒有人要來跟我替換欸 怎麼辦 那個 你問Molly可不可以出來 原來大家剛剛好像有點想要看他紫色的 你要來給大家看一下你的紫色大學題嗎 他可能要補個口紅 等他一下喔 配球鞋好像也很可愛 我剛剛其實本來是想要配球鞋這樣 泡泡先生的雨傘還會特價嗎 不會啊 因為限時特價 就是其實我們 限時過了 就不會再恢復成特價的價錢 搭灰帽好看 我也覺得這個 我好像平常 是不是剛剛小姨幫我配 我也是配完覺得 嗯 紅泰灰就是 有蹦出心思味的感覺 而且還蠻可愛的欸 對啊 就是如果 因為一般來講 我可能會配黑色的帽子 然後就會整體可能有點太暗 所以我覺得配灰的蠻可愛的 摳信 講是有看到我本人嗎 對 Molly給大家看一下 這禮拜就是 剛剛 小羊有穿紅色 然後 小羊是穿這件紅色 對對對 現在Molly穿的這個是 因為剛剛好像有人要看紫色 剛好紫色Molly穿了 有點像紫蘿那樣的耶 而且這好可愛喔 它是高領的 泡泡袖 然後泡泡袖 然後Molly150 其實穿起來也可以 不會太大 好像可以單穿耶 可以150可以單穿是嗎 裡面打一個短褲 因為它有蓋到屁股 好像只不行 太短 但紫色好像也蠻適合在過年的時候穿 因為其實亮色系 其實都很適合在過年穿 對啊 亮色系 而且它這個紫色好可愛喔 大家都說它買了紫色 我把我試打橙色的牛仔 完蛋已經走啦 完蛋已經走啦 我在那邊看到 我帶錯 那小楊咧 哇 另外 哇 還玩好媳婦 還玩好媳婦 這個是完全嗎 哇 這個是參加宴會的分析 那我們看才有年齡差 這次會好媳婦一整年耶 這個很旺耶 這個很旺耶 好像可以姊姊跟妹妹去一起去親戚家拜年的時候 拜年了姊姊就可以穿槳 妹妹就可以穿槳 這就好像有點太浮花了 而且那時候好像比較做低胸的感覺 欸你上到了上到了 歪了 好像有點鬆 鏡頭的 我們這樣很喜氣耶 我們這樣一起在畫面上 就是蠻喜氣 有人說正耶 Peggy真的是不得了 對她感覺有點美 Peggy今天交了單單 會真的是好媳婦一整年的穿搭 保證婆婆愛你一整年 她是好媳婦我是好女孩耶 完全一個好媳婦 這就趕快妹妹一起出席 然後穿新的穿這個會太誇張 這個就是 這個其實這個顏色是我自己也很喜歡 就是有點像剛剛的早紅 但是又更久混的顏色 然後好像這個真的好像可以穿去比較情發表 會不會 好像你可以彈一首什麼的 就是很正 比較正式好像婚宴好像也可以穿 婚宴好像也可以穿 然後她有另外一個顏色 婚宴好像粉性色 而且你還帶了一個很亮的耳環 我覺得很美 對 而且我很喜歡她的版型 因為她是 一樣是有點泡泡球 但是她這邊做得非常 就是有點蠻利落的感覺 然後群腸的長度是剛好到膝蓋 我是158 然後有做口袋 然後有做口袋 然後有做口袋蠻貼心的 對 這樣好像也可以就是婚禮 正式場合其實都可以穿 剛剛很想嘗試但我沒有辦法 因為我的腰太大了 因為她的腰是做比較剛好合身的 對 就是 然後因為她也只有一個扣子 嗯 蝴蝶結是可以 蝴蝶結是不可以拆的 就是一定是固定 就是已經固定好在這邊 然後綁在這邊 這樣好像可以入手一套 就是正式的時候可以穿的 她是有一點斷面的材質 但是不會到 不會到很亮吧 沒有到很亮 對 因為她是不亮 因為她有垂墜感 嗯 好美喔 她有紅色還有另外一個是粉性 仙女裝的感覺 對 比較低調一點的顏色 很有氣質的感覺 對啊 我覺得真的好像 如果真的要去吃 什麼重要的團員飯 或是女友去參加男友 第一次的吃飯 妳可能一進去全部都覺得 哇 哇 有仙女朋友 有事嗎 有事嗎 她好像可以參加 嗯 好 好 好 可是我這一套我有點沒自信 為什麼 因為 因為 一切都很趕 一切都很趕 還是妳要戴個帽子 不行 因為我這個這一套 這一套 我想說也是 休閒 中帶一點點 因為我穿起來就變很日系 為什麼 就會有一點點日系感覺 然後我就是也想說 就是比較以學生感 學育 不是學生就是 好女孩 對好女孩 就是會戴一個封衣外套 不會單穿像Beggy這樣子 就是不會這麼的 對對不會這麼的那個 但是好女孩可能就是會 穿個洋裝 然後外面會披 我覺得這個顏色也看起來很溫柔的感覺 這個是有點紫色的 漂亮 粉紫色 對 然後它是有點毛膩 它是厚的 對它是厚的 就是之前的 就是這一款 就是可以拉的那個 就是可以帶走的 這一件 對 然後它的長度剛剛好 可以遮到我的小腿 我覺得就是蠻有安全感的 嗯 然後就是拿 也是憑一個包包這樣子 就說 嗨啊 對 好像可以耶 然後我好 我進到家裡之後 我就要脫掉 就是乖巧的女孩 是一個乖巧的女孩的感覺 因為 你可以穿法拉里在裡面 因為我剛穿 哦 所以不會露出來 不會露出來 蠻貼心的耶 這樣還蠻貼心的耶 這顏色真的 然後你可以搭這種 比較學運感覺的 就是 那個小襪子 跟那個 這樣好可愛 油精血 然後它也是有做 口袋的 口袋設計 其實這個是我的包包 可是這一件我覺得是 很隱藏版 比較少人 我覺得我們兩個身上穿的這個 都是很少人會發現的耶 隱藏版的 對 比較少人會發現 對啊 這件洋裝其實也是這樣 對 就是配別包包 然後這是我包包的 就是有點 日系 日系過年 因為我那時候也是想說 過年穿 我想要過年的時候 有 就是一點點 可愛感覺 而且它是做防眠 淘心 淘心 淘心的 一點點淘心 我沒有做到很 因為你知道過年 不能穿太低 對 可能有一點點這個考量 對 要穿這種安全的 然後還有很可愛的這個 泡泡袖 很可愛 你們兩個剛好是一個 好女孩 一個是好媳婦的感覺 對 我覺得好像比較像好女友的感覺 哈哈 因為媳婦好像不知道會穿這樣 媳婦 對 比較無懷對不對 那我們來想說 就是我這個應該也可以穿高跟鞋 可是我怕太 太正式了 我想要是那麼正式感覺 所以我就是 以就是學學生 學運感的為 好像也可憐 不是大人 就是學運感的 配小瓜 然後有驚喜這樣 然後配上 我覺得今天大家都 非常符合的主題 對 對啊 因為這週其實 我們的商品企劃 就比較有這種感覺 對 就是你知道 我這些也可以吃 也可以吃他喜宴 他的不行嗎 可以 他這個太紅了 喜宴欸 可以吧 不要穿白色的 信家母 信家母是常去 而且這禮拜剛好 這禮拜剛好是可以 補貨過年前的主題 我給大家看一下這個 好 我就是在想說 我穿這套到底要把頭髮 放下來還是要 其實綁起來也蠻可愛的 我放下來看看 我覺得其實都蠻不可以 可能要整理一下 我覺得剛剛沒整理 好像都可以 都可以 都可以對不對 然後耳環你也可以帶 有點比較垂的 而且這套粉紫色 反正經典也很流行 很可愛 對 流行的紫色 你一定敢穿出門的 有一點 帶一點點灰的藕紫色 對 然後我最喜歡的是 他的這個 就是泡泡袖 然後跟邦寧還有口袋 而且他的袖子 落在手肘那邊 我覺得還蠻剛好的 因為有 因為你知道有時候 手肘沒有缺角質 會有點黑黑的 講得好 detail喔 對 對 所以就看說就是 就是剛好在 而且他肉是最瘦的位置 然後還有一個是 我有穿那個 安全褲 妳有穿安全褲 對 然後也是同樣的材質 因為我今年 蠻喜歡坑條的耶 其實蠻顯瘦的耶 就是值得 綁起來才看得到方寧 好那我綁起來 這款會變壯嗎 我覺得好像還好耶 還好 我是做 我沒有做很合身 因為我喜歡 寬鬆一點的感覺 就是稍微 我的發熱衣都做了 就是 而且我覺得這裡面可以穿發熱衣 很貼心耶 安全褲 然後我要介紹我的這個發熱衣 就是 這時候我有一款 就是我們有設計一款 內搭褲 因為安全褲 感覺都是 平常都是做比較素面的感覺 然後這次 我穿S號 然後這次我就是想說 做比較有造型一點點 讓大家 就是如果你穿太短的上衣 你還可以露出一點點 就是 等一下我 要整理一下 要整理一下 這樣 哇 完全很搭耶 對啊 很剛好耶 因為配的是粉紫色的啊 好像可以耶 穿在裡面的感覺 看得到嗎 欸它其實是褲子 不用怕褲光 因為它是裙子 這樣會還弄嗎 哈哈 還是我再拉下來一點點 可能等一下剛好有人進來的時候 會 會有點不好意思 好 我再拉下來一點 怎麼了 這樣 就是它的蕾絲是很漂亮的 也是有花邊的蕾絲 很冷是不是 然後我是做的那種就是 外面是裙子 但裡面是安全褲的感覺 嗯 很像一套的感覺 對啊 因為我剛剛就想說 這顏色好搭配喔 而且其實這種穿這種長度的裙子裡面 都可以再加這一件 因為你如果你的裙子在這邊 你其實露一點點蕾絲 好像也很可愛 對啊 對 那我就把它 搭在這個裡面 這個紫色 就是 我真的蠻推薦 就是 可以過年穿的 這個款式 而且它好顯白耶 嗯 很可愛 感覺塞衣服在裡面也不會腫 對 一定要拿一個包包包 那包包 第一個包包 就是看了就會很想發紅包 我給你的感覺 發紅包給我嗎 對對對 那我過年就要穿這一套 我就會 這一套感覺會領 我媽媽還有我奶奶和我婆婆和公公之類的 會領到很多紅包 新年快樂 對 那大家如果有喜歡可以到發紅來看 因為它還有另外一個顏色 對它還有別的顏色 哈哈 看我 我今天一直走一個很低齡的路線 而且你今天一直走的 我就是要拿很多紅包回家的感覺 嗯 我現在身上的 只有卷編這件是現在官網已經買得到的 這一件我去台中特賣會的時候有穿 咖啡色 配戴那個 吊帶褲裡面 那如果說你不想要配蕾茲的話 你就可以像我去台中的時候 因為很冷我就配了那個 發熱衣 發熱衣 而且如果你比較不怕的 你想要有點造型的話 然後比較淺色外面 比較淺色的 亮色系的毛衣 裡面就可以配白色的 蕾茲上衣 你的耳王好亮眼喔 對啊 然後這個捲捲邊的毛衣 它單穿也很舒服 不會刺的那種 然後袖子也是做這種喇叭 它有6個顏色 而且它捲邊那邊好可愛 很可愛 它的捲邊很可愛 它可以Q回來嗎 然後我覺得它很舒服 然後 我自己很喜歡咖啡色 然後這就是我今天第一次穿這個粉色 其實好像也蠻好 這粉色也蠻好 而且它那個是顯白的粉 不會到就是髒髒的感覺 所以它就是很甜美 就是Puzzle Girl都很喜歡 真的 就很喜歡內搭蕾絲 白色的那個 貝蕾帽 然後裙子 裙子是之後的嗎 裙子是2月底的新品 然後之前Lily Valley的時候有搭到這一件 然後情境照有還有這一件 然後就很多很多很多人在問 它是有一點 它的格格是有點帶粉紅色的 喔 它是粉的 我以為它是灰的欸 就它是粉的 它是粉的 好可愛喔 粉性粉性的那種 好可愛喔 因為它就是很適合配粉色的上面 因為我們不是有很多粉色的大學體 超多的 對 所以你就可以配這個裙子 而且這個裙子我覺得穿起來很顯實 而且我覺得它蠻百搭的 它前面做了一個小開查 對然後 因為是我自己的款式 然後穿這麼短的裙子 我就會很 我會 害怕 所以我自己是在裡面有做這個 褲子嗎 它是褲子 很貼心欸 然後後面是鬆緊帶 蠻貼心的 很方便就這樣套上去就好了 也不用怕褲子 超方便 這也是你的款式欸 最快速的 那如果是旁邊是拉鍊 我覺得好像有點麻煩 做了一個小 因為我不喜歡拉鍊啊 拉鍊很難拉 有時候如果你有三衣服 而且有時候互胖互瘦 我才能掌控 這樣套上去就好了 我剛剛就是套上去 然後這邊有做一個小開查 所以看起來會 很長 比較長一點 這個好像 我覺得大家如果 很想要領到很多紅包 可以看柯宇了 他的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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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可以領到非常多紅包的那一種 我也很想要領到很多 那一搭 雷射商品好像賣完了 是之前的 然後耳環也介紹一下 也是明天咯 是星星的 大家看一下 其實我很怕星星 我以為星星戴起來會很聳 但是其實我覺得還好 你覺得這樣會很聳嗎 不會啊 我覺得星星超可愛 對啊 你要不要給大家看一下 今天的禮物 想看明天的紅色洋裝 可是要去做飯 可能要重播啊 看到現在才發現旁邊有電熱器 真的在去做飯器 因為辦公室 我們辦公室真的有一點冷 對啊 不知道是構造問題 這個要介紹給大家了嗎 對 給大家看 今天是今天直播的禮物嗎 對 今天直播的禮物 不知道有沒有人 已經有收到包裹囉 這禮拜 這禮拜的隨包證 包裹都隨包證喔 這個 只要你有買 包裹裡面就會有這個 Molly製作的很有質感的紅包袋 跟別人不一樣的紅包袋 跟別人不一樣的紅包袋 它跟我們之前2018年的那個年曆 封面的質感是一樣的 就是有點霧 這樣捨得送人嗎 真的耶 這很有質感的 是有點霧面的 不是一般的紙 是有點霧面 有買我們2018年的那個 年曆 年曆 它就是封面就是這樣 然後也是配金色的字 是燙金的 這樣子 外面是寫 A little thing of life Happy Chinese New Year 粉配金就是很有質感 很可愛 畫面糊了 有人說已經有得到紅包袋 那質感 你覺得好嗎 摸起來的觸感 然後它是這邊這樣打開 然後這邊哇 你看打開之後 這邊還有 真的蠻美 What is coming is better than what is gone 就是 來的 新 我還要翻譯嗎 新來的東西會比就是 已經逝去的更好 這邊有一個 蠻祝福的意思 而且我覺得收到這個紅包袋 應該會很開心 我覺得好像也可以送給外國人 外國人想說 哇還可以做粉紅色 配金色這種感覺 然後背面還有一個小小的愛心 這收到會很開心吧 Hello I'm Puzzle 就是 Dear Future I'm Ready 所有上面的小羽都很可愛 很美 我要包給我爸媽 我的穿搭很適合收紅包 對啊 然後就是請媽媽包給我 不知道我媽有沒有在看 媽 有在看嗎 你可以包這個紅包給我嗎 妳媽應該有拿到誰包證 應該是我 應該是我包給她吧 她應該說 應該是妳包給我吧 有人剛問我幾歲 我 我要公開妳的年齡 沒有什麼好不能公開的 我 她就是 妹妹 今年要23 好接送完紅包 這是今天 這是今天直播的禮物嗎 對今天的直播禮物 送一個還是送一包 送一包 一包有幾個 三個 今天直播會抽幾名 抽一名 抽一名 抽一名而已 因為她這個紅包袋是限量的 不能兩名嗎 沒有辦法 Ruby說沒有辦法 那我也沒有辦法 沒錯 今天的直播公開分享 加留言就可以送 一名會抽出一份紅包袋 其實我現在手上有這個 會有 一份會有三個 好還是要抽兩名 好 可以啦 Ruby錯人 沒有Ruby錯人要改變新衣 可以抽兩名 那今天直播就抽兩名了 兩名 一名會有 三個 三個一份 三個一份 如果說你沒有抽到的話 只要是這個禮拜 下單的包裹都會水包送 無現金額 好像快送完了 但是就是送完就沒了 好像快送完了 已經開始一天了 昨天下去補應該蠻多包裹出去了 對 快送完了 好換Peggy 我是最後一套 還有兩隻手 還有兩隻手 就我是這一件 我特派會有穿 超多人在問的 然後想說今天示範不一樣的顏色給大家看 然後不一樣的搭法 就是 這個是算是粉性色的顏色 其實這樣子 這個顏色也很好看 然後 我全身的上衣跟洋裝都是明天的新品 所以你們明天也可以這樣子買一套 或是買我特派會的那一套也可以 而且它的質感很好欸 它是霧霧的那一種 它是 有點雞皮的 對 它是有點霧霧的那一種 它是雞皮的 不知道大家看到 但是 我覺得大家好像 如果對雞皮有一點 建議的 意見的話 其實這個好像 就是每個人都蠻適合可以駕馭的 就是霧面的感覺 霧面的感覺 霧面的感覺 因為它又不會到非常的厚 而且其實它這個搭紅色也很好看欸 你說哪個這樣子戴 對啊 條紋的 這剛剛小姨幫我搭了 很可愛欸 然後配信車帽子 好像 就是很好看 因為它的肩帶是 好女孩了 對 瞬間霧霧霧變好女孩了 對 就是它的肩帶是不可以調的 所以 它就是 就是只能 就是只能維持這樣子的感覺 所以好像一定要搭一件 不然會 太太露了 然後綁帶是可以拆下來的 好 那拆下來的話 是會變這樣子 就比較寬一點的感覺 但是我會比較喜歡有腰繩 因為看起來會比較利落 這款有口袋嗎 有 也有口袋 放一下 它是不是有做開擦 感覺明天會有很多口袋清單 沒錯喔 口袋清單 對 明天會有很多 它是有口袋的 欸 有嗎 有口袋 被我取消了 因為我不喜歡旁邊看起來很胖 它沒有口袋 對 然後這樣搭 這樣搭好像 上衣 上衣 它是針織的 彈性針織的 這種針織 這種針織 就是有彈性的 然後它是做有點 也是指紋的 指紋 它應該也有很多顏色 就是很百搭 這樣子搭好像這麼厲害 對啊這樣搭好像蠻好的看 這邊有開擦 這樣搭就是可以拿很多紅包的錢 這邊沒有 這邊有開擦 拿很多紅包的串搭 因為它的長度我是故意做比較長一點 可是我覺得好像蠻 蠻剛好的 蠻顯瘦的 蠻顯瘦的 所以小隻女穿的話應該 應該也是OK的 就是顯瘦的 就是比較有小肥度的長度 好 來跟妳講 今天怎麼有點冷清 是不是因為今天 今天都沒有人 好 大家很喜歡 啊要買喔 我158公分 好像很多人在問明天的新品 因為明天就是一個 好像都會買 很好買的一天 因為我們準備很多 特別的 我跟剛好搭在一起 嘟嘟來了是嗎 對嘟嘟來了 為什麼太多便宜了 哇嘟嘟 其實大家都看不到多便宜 只有我們看 只有我們看 笑死 好啊 雅直是最好一套 對不對 對 可是我等一下還要 我還想再穿一套 好 那怎麼辦 就是 那怎麼辦 剛剛說我們大家都沒了 還是要穿那個 就是 哪一個 真姿的 好 欸 可以啊可以 就是很多 那個潮鞋的那個 沒有 是潮鞋嗎 對 我們就是想說 因為我已經穿完這週 這週我看 Peggy跟可依都詮釋得很好 對 好那我來換一下 明天的好了 然後明天 因為 我們是 新年 就是過新年 讓大家想要穿的 所以我們 我就想說 換了一個這個 就是也是過新年可以穿的 這樣是仙女的穿搭欸 好美 而且那個 那個耳環 我覺得有點仙女欸 仙女 還是因為這個顏色 因為這個是 我覺得它是有點乾燥玫瑰粉 很美欸 就是我自己選的顏色 你要想說 比較有氣質的感覺 然後有氣質的話 你搭這種 比較長靴 這個靴子也不貨了 所以你還沒有買到 就是 辣妹長靴的話 可以買 而且我覺得過年 好像很適合這樣穿欸 就是過年一定要一個靴子 你搭 你會粉色或者黑色灰色 都可以 對都可以 一定要 對 然後我是想說 比較溫柔一點的感覺 所以我就配了這種 就是 比較 超美的耳環 就是這個是 明天最 最誇張的一部 這真的很美欸 我覺得它 就是整個修飾了 整個 而且它 整個整體加分了很多 嗯 就是好像 它會讓圓臉變得比較 長一點點的感覺 對 然後我就 我自己是想說 大家這個是因為 它是平口的 平口 然後因為肩膀比較沒有東西 然後就想說 這樣子好像 會比較偏長一點 你如果穿這樣可以嗎 你說 這樣嗎 用 我兩個 差一點多 我覺得你身上這套 我可以啊 你可以 你好像我用 但是這個耳環可能不行 哈哈哈 剛剛 剛剛小姨說 只剩下這個耳環 你要帶這個出去嗎 你好像不行 可是這個耳環真的 我覺得很漂亮 我拿下來給大家看 這個也 我覺得你的這個 因為這個粉紅色 我應該是很美 對 而且它也是做泡泡秀 小小的泡泡秀 這個好像是比較適合我現在的 對 就是它這個是 有 它也是假設環 而是你的假設環 它是螺旋的 然後 它有三條轉 然後有一個是愛心 好美喔 它就是會很閃很閃的 真的很美耶 這次的耳環真的都很美 很閃 大家都說 今天要買買買 今天也可以先買買買 今天也可以先買買買 外套特甲 哪個外套 泡泡秀的外套 泡泡秀的外套 對 然後這個是可以 你可以自己買 還有插具服啊 插具服這個兩件 兩件七百 就是可以選兩個睡褲 或者是一個睡袍加一個睡褲 我也買了兩個 德紋 你一直知道 我覺得這幾天可以一直買 應該是可以被原諒的吧 因為要過年 因為要過年啊 反正我們要領家四千 對啊 先安慰自己一下 而且過年的時候 你在家就會想要穿得很可 學生 在家裡面的時候 不見得要穿這樣子 因為過年就是 很多人要來 習俗就是一定要買新衣服 你不能穿舊衣服 真的嗎 我爸爸說的啊 好像要全部都頂的 如果是媽媽說我也不相信 但如果是爸爸說 因為除夕就是 因為媽媽也要一起買 除夕就是要打掃家裡嘛 交新的一年才會有好遇 然後還有新年就是 出一出一定要穿新衣 這樣你才會一整年才是新的 你會去拜年嗎 你說靈紅包嗎 對 你也會去啊 就是一定要穿 你不可以穿黑色 會被騎騎 因為我記得我還沒有結婚的時候 我就是 過年那幾天我都待在家 然後都沒有出門 真的喔 因為是 有人會來拜年 跟奶奶拜年 所以我們其實都待在家的 所以我根本就 你們家好像都會有 不需要換任何衣服 所以我就要準備一套 最可愛的出家 可是過年在家也很忙欸 要一直準備很多 沒有 你的過年好像很辛苦齁 對 我覺得我們 你們家過的兩歲也太多了 我好像還好欸 我也還好欸 我就是到那個地方拜年 結婚跟沒結婚都一樣 這好像很好欸 因為我太好了 真的嗎 可能會看吧 我們家每月應該會看一下這個 有人說自己可以原諒自己 另一半不一定會 自己原諒自己 如果錢是自己付的話 自己原諒自己就好啦 每天也會有很多個 那個乾燥粉的 紅啊 乾燥粉 紅啊 乾燥粉啊都會有 我們是有在進去 非常適合 然後就是這禮拜 就是要讓大家買個夠 過年前就是要卡個夠 帶上了很多很多 不怕你挑不到 對對對 有怕你挑錯完 沒有 還沒 還沒 就會講嗎 會嗎 然後除了過年 除了就是 準備過年之外 我們明天還有幫 一個特別的節日 做一點準備 喔 跟我現在是這樣穿的 所以有一點關係 欸 自批總共有幾款 我的有兩款 還有這個 三款 總共有三款 那我再去穿另外一款 還有另外一款 傳心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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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個印字那個 喔 四款 對對 這樣有四款 有人說明天要拿到 她老公的卡來刷 對 有人說情人節 沒有錯 就是明天除了幫過年祝準備 那個有 就是女孩們也可以在為 情人節做準備囉 我們有準備一些可愛應景的大學T給大家 先從我開始介紹好了 從特賣會一路買下去 沒錯 先從我開始介紹好了 裙子就是剛剛那件 只是我換了球鞋跟棒球帽 這個上衣呢 在台中特賣會的時候 我有穿淺粉紅 然後 Peggy有穿玫瑰粉 我現在身上就是 什麼 更深的 應該算 美粉 對 然後 有四個顏色 就是這款Hug Me大學T 是我跟姜姜一起做的 然後當初 我們的想法是 這一款是 就是比較可愛一點 然後就是你可以在家裡 然後跟男朋友撒嬌 就是情人節哪有撒嬌款 我也不知道我為什麼要 而且你還記得我 你幫我拍穿搭 你知道我 我真的好你 我覺得 我應該會上傳那個 Peggy的影片給大家看 你沒有拍白癡的耶 我有傳給你 你沒有傳給我 我有拍一個這樣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沒有男朋友還要自己做 對啊 就是情人節 就是沒有關係啊 你有男朋友沒有男朋友 也可以跟姊妹撒嬌 跟媽媽撒嬌 可以吧 也可以在家裡跟媽媽撒嬌啊 就坐在沙發 這個情境是這樣子的 你坐在沙發上 Numi在翻白眼 你坐在家裡沙發上 然後就這樣 就Hug Me這樣 有可愛嗎 寶寶塊 我完全不會跟我玩這樣 我也是 我也完全不會這樣 多少錢 我記得明天會折價喔 好像會下降 好像會 就是有優惠 特賣會的時候 就有人問我 也有人問Peggy這一件 然後它四個顏色的 上面的這個毛巾布啊 的配色都不一樣 好像因為這個袖線都不一樣 我就是挑了蠻久 我跟姊姊一起討論了蠻久 然後是用這個 毛巾布的 凸凸的 而且它旁邊還有刺繡 對 就是刺繡滾邊的配色 刺繡滾邊 然後中間是毛巾布 然後四款的配色都不一樣 非常的可愛 自己說 童蠻翼說她情人節生日耶 生日快樂 那好像就可以省了一筆 你看看 男朋友 可以看看其他顏色嗎 我等一下去找一下好不好 裙子 裙子剛剛有分享過 是二月底的喔 就是只要你任何上衣是有 紅色系粉色系的話 下面都可以搭這個裙子 因為它是帶粉的格紋 有刷毛嗎 有 喔 葛魚快樂 葛魚快樂是有刷毛的 葛魚最怕冷 對 你看裡面是有刷毛的喔 非常溫暖 怎麼了 你幹嘛 幹嘛看我面 有刷毛有刷毛喔 好 來了 其他顏色來了 欸它是乾燥粉耶 這個是佩奇在 賣場穿的 這個配色我覺得也很可愛 是乾燥粉 配卡士 卡士 然後這個是米色配卡士 其實我那邊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在我座位旁邊的黑色袋子裡 我看一下 我這樣好像有點好笑 很可愛嗎 爆它 大家快點爆它 每一款 我跟你講這兩個咖啡色的 也是不太一樣的 而且它很 它可憂很用心的是 旁邊還有一圈繡線 繡線跟裡面的顏色 都不一樣 所以總共會有三個顏色 很用心耶 它那個繡線跟裡面的東西的顏色 都不一樣 就是這四個顏色 發現大家會 就是很想要被爆的感覺 大家沒有辦法選對不對 我也沒有辦法 好 我介紹完了 好 那我跟雅珠要一起嗎 好 妳好像可以一起 其實我們三個也可以一起 對啊 就是一個字體 就是明天的字體 然後我覺得這個非常多的細節 就是 就是大家就是看得到的細節 就是袖口開叉 它袖口是開叉的 這樣子 然後 就是底下 那個側邊 也是做的 也是做的 我覺得是 是經典很流行的 對 經典很流行的 很有流行 所以你想要跟上情人節 可是又不想要 那麼明顯 太是 就是有點帥 有點細毛 它有小細節設計 就是這個是Amai Me的那個標語 對 然後它是那種 有 有立體的那一種 喔 它這個有摸得到 對 它不是印花 它不是印上去而已 它是有側面 是有立體感 摸得到的 對 這個是我跟Molly的寶寶 Molly大推 Molly在辦公室大推 這一件 真的很可愛啊 而且它裡面也有刷毛 它裡面也是有做刷毛的設計 然後版型就是很可愛啊 寬鬆的 就是你這樣放下 你看不到你的手 很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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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暖啊 而且它側面 後面那個開擦 這件褲子好像也是明天的 對 褲子也是明天的 好瘦喔 這個也是DH系列 這個也是DH系列嗎 這個顏色都會卡 欸 什麼 什麼 看你們兩邊 沒有人要理你 有人說我真的像孔 有人說我像孔 因為不是 有一個教英文的節目 這是他顏色的口號 你知道我在講哪一個 哪一個 哪一個 我不知道哪一個 這是 它的肚子是綠色的 我知道 我有買過一個 有嬰兒 然後有海洋聲音的那個 啊 那是海蠻 哈哈 沒關係不重要 還有 你說寶寶的那個玩具 我牛仔褲 我現在還沒介紹 看 被佩琪被打斷 好像是我的耶 這也是你的嗎 這是PS的嗎 嗯 PS系列 很瘦欸 而且它是黑色的 它下面有做前短後長 等一下可以試穿看看 我這是穿S號 然後158公分 這現在很瘦欸 好 半小羊的就 我的是 因為佩琪身上那個是 稍微比較短板的 嗯 然後我的是 比較可以蓋住屁股的 偏長一點的 對 然後我走回那個 休閒 休閒風了 走回平常的感覺 然後就是我 我這一款 因為很可愛的是 我們也設計了 就是 這一款超多細節 因為情人節要到了 所以其實有很多 有關樂 有關愛情啊 然後戀愛的感覺 因為我們心中 可能都是 非常想 很想被愛 很想被愛 所以就設計了很多 標語啊 像這個是 我跟江江合作 沒有 這款是你跟江江一起的 對 就是我出款式 然後就這樣出 出設計 出設計 我們分工合作 對 然後它有 它有很多細節 它有刺繡 這邊有刺繡 然後哪邊也有 我記得 這邊 然後臨口也有 對 然後跟這個袖子 這很可愛 好喜歡喔 很有手寫感的感覺 對 很可愛 然後剛剛 剛剛 說我像恐龍的 不是 說我像恐龍的 嗨 說我像恐龍的 可是因為這個吧 是不是 其實我這個是荷葉 這是張張的恐龍梯吧 對 恐龍梯我們就應用在這邊了 剛剛的恐龍梯 它難纏 但是在款式上 我把它做出來了 這個很可愛 很可愛欸 很可愛欸 這是荷葉 荷葉邊 但是如果你覺得 你要做是恐龍 動物的話 我也覺得OK 而且我們一直長在脊椎後 哈哈 還是要做一款 做一款 你做 我不要 我覺得要買 你不要做 有人要買嗎 如果我做在脊椎後 大家都說很像恐龍 會不會不喜歡啊 可是我覺得很可愛啊 哈哈 合一邊 合一邊 這個 就是過年的時候 哈哈 而且它連反面都可以刷毛 不是這打麻這樣子喔 它可以直接往前 就是這樣它就會掃到 掃掉一些牌 或者就是 你要幫婆婆的時候 就是可以擦牌 要婆婆來 要婆婆來 這個很可愛啊 好大家不要聽我們亂講 就要變恐龍裝了 原來恐龍裝在這邊 將將的恐龍款在這裡 我自己說 粉紅恐龍對美銀 是美銀說我像恐龍的 哈哈 你幹嘛把他看起來 你嚇到人家 太美銀 像水餃 有人說水餃 水餃 大家很有倡議耶 水餃 現在就稱呼為 恐龍水餃款吧 水餃好像蠻可愛的 所以我覺得是有點小設計 因為大學地 我們除了做泡泡秀 還有很多 就是 不一樣的設計 然後我們想說可以設計一些 就是 特別的 不一樣的設計 所以我們三個身上 就有點像 第一杯 我又拿了一件 所以這是什麼 就是 明天還有這一件 對 像這個是比較可愛 撒嬌的 但是如果你想要穿去上班 或者是你是比較 低調文青 比較冷靜一點的人 比較有氣質的人 比較有氣質的人 因為我是比較 好動一點 我比較冷靜 就是我還有做這一件 這一件上面寫的是 Love story 然後它也是有五個顏色 也是有做不一樣的配色 像這一件粉紅色 我去台中的時候 我就是配格文外套 就比較 稍微 氣質一點 對 然後是粉 配的字就是紅 然後是潮血的英文字 就是比較文青一點 比較冷靜一點 然後 它有五顏色我拿比較特 我覺得比較特別的 就是這個 淺紫色 最近大家不是都很喜歡 淺紫色嗎 就是這個 然後它配的就是 白色的 淡淡的顏色 這個搭Picky身上的褲子 應該可以 那你有擺褲子嗎 嗯 你剛好看我的褲子 後面有一條線 怎麼啦 你有一條線 就這條嗎 對 拍不出來是不是 這邊 就是這邊有一條剪接線 對 那個時候我跟雅雅一起 試穿的時候 覺得蠻顯色 好像拍不出來 拍不到 然後後面就是有一道車線 對 好 介紹完了 那明天就是 嗯 明天要買的就是 泡泡秀外套 跟睡衣 一家衣睡衣 兩件七百塊 然後明天就是 明天十點前 明天十點之後又緊接著 各種 新品 就是各樣的新品 除了我們身上的 就是有關愛情的字母T之外 然後還有就是很多人問我的 有一件那個灰色的針織 這是有開叉的那件 對我在美國穿的那件 那件真的好多人 好多人問 所以現在明天要來了 對 明天 大家請鎖定明天 明天要鎖定 對 好 那就這樣子吧 然後還有 紅包袋喔 對今天分享 在一般上 還沒送完之前 都會有剛剛給大家看粉紅 好可愛的紅包袋 今天的直播 公開非常在留言 我們會抽兩位 紅包袋 紅包袋喔 明天官網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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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